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漫胸 然後蕾絲黑色的砰砰裙 是到這裡的 什麼東西 當DJ真是眼浮不淺啊 就是來點歌啊 點歌跟你聊天嘛 聊一聊之後就下班之後 我就說那要不要去吃個飯啊 吃個宵夜 都 明明就是你約人家的吧 很多人喜歡到夜點玩 但是究竟夜店裡有什麼迷人的魅力呢 今晚國光幫幫忙就為您邀請到 五位夜店知名的DJ 讓他們來說說在夜店工作 遇到種種有趣又刺激的事情吧 ZG和Sup 2006年國光幫幫忙問禮金鐘獎 讓我們歡迎國光三寶 國光看孫東去做Hand in the house G come on Y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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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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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yo Come on Like this 歡迎光臨國幫忙 大家晚安 好 好 在後面的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燕子 你有失眠睡不少的困擾嗎 卻只能待在家不知道做什麼好 今天的主題就是要告訴你 三今一半夜到底有什麼搞錯 那我們一起隨著音樂一起搖擺吧 好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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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還有這一招 You You good very good OK 今天除了我們Joy還有光頭之外呢 其實還有請到三位DJ來 這三位DJ我們先請他們出來好不好 好 就是小力 小鬼 寶寶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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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光頭是最極限的 光頭錄這個DJ這一行是多久 大概快十年了 快十年了 十年了 寶寶當DJ當幾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五年 就是我開始學啦 然後我第一次出去放歌直到現在 嗯 你怎麼會去接觸DJ這個行業 其實我們知道女DJ其實在DJ界來講算是 很少 很少 只要有一個女DJ在台上放歌的時候 其實一般台下會比較興奮一點 我很少見 是 那寶寶當初怎麼會去想要當DJ呢 也是夜店混夠久 對 那個時候因為是學校在玩Bang 然後 變了夜之後我想從事 因為Bang玩得也很爛嘛 那所以 所以我想要從事 就是 還是關於音樂的工作 對 所以你是因為喜歡音樂 對 所以做DJ 小鈴 小鈴 你放幾年了 四年 小鈴今天幾歲 二十三 二十三 十九歲就開始做了 DJ了 對 當初怎麼會想要當DJ呢 我的一個做音樂夥伴 他開了一間Launch bar 做音樂的夥伴 你以前在做什麼樣的音樂 沒有 我跟我朋友有一起在 就是製作音樂 對 十九歲你就製作音樂 你是奇才喔 沒有不是啊 你本身是學音樂的嗎 本身以前就是學音樂的嗎 我之前高中的時候是念音樂系 音樂系 助修什麼 神樂 這種是不是 那你助修什麼 鋼琴啊 唉唷 因為一定要有一個是修鋼琴 那你要不要來一個 聲樂的發音給我們聽聽看 好 接下來這一位就厲害了 小鬼 小鬼今天幾歲 二十年 當DJ幾年了 二十 兩年了 你十八歲當DJ 你真是個不學好的傢伙 十八歲就立刻衝夜店工作 沒有關係 康哥十四 十五歲就在夜店工作 你會當DJ咧 就是喜歡的 興趣 那你怎麼接觸得到 朋友介紹 也是朋友介紹 也是朋友介紹 他那時候跟我們開始去夜店玩的時候 他真的還沒有滿十八歲 我必須這樣說 然後他就蠻有興趣的 然後等到他成年了 然後才開始就是 開始學 然後成年才開始真正能夠工作 也是你們教他們的嗎 也沒有教啦 就是大家都認識嘛 我們會辦Party 然後他們就會來 那我們辦的Party 因為以前我們常常去為他們這種 沒有滿十八歲的辦Party 就辦在下午場 或者是辦在學校 嗯 然後他們就會來 然後就 表現很強的那個學習慾望這樣 可是你看他十八歲就放了 那等於是說 你幾歲開始接觸 然後接觸了幾年以後才十八歲才開始 十五歲又接觸 十五歲 相當不學好 哈哈哈哈 你是這樣講嗎 我跟你講我們十五歲就開始 就奠定我們這一生 我們的目標就已經 真的好 是他不學好 好像是他說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工作是不一樣的 我的意思是說啊 一般年輕人十八歲以下 是不需要去想要去夜店玩 那是沒有意義的 十八歲以後再說 那他是不一樣 因為他是把這個當成他自己的 工作 職業 興趣也在玩 廣東你第一次放歌 是在什麼樣的唱歌 朋友自己開Party 然後 兩台那個 那 就是那個TAB的那個 卡帶 對 然後這樣 卡帶的啊 對 就是這樣接 這樣也可以接喔 就你這邊歌快要玩的時候 轉小聲 然後這邊就轉小聲 喔 這樣子接的喔 對對對 所以剛才學DJ一開始都是這樣弄的 對 就是高 高中的時候吧 你說實在 我DJ學到這一步 我就沒有再往下學 哈哈哈哈 那個懶啊 而且那時候DJ很驕傲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在做燈光嘛 以前五天不只有一個DJ一個燈光 啊你做過燈光啊 對啊 我就在旁邊那個燈光嘛 然後每次他在街 我就在旁邊偷蒜什麼 偷蒜拍子 欸 老師覺得不對 欸 不是 這個拍子什麼時候開始 哈哈哈哈 一天不驕的 一天被七人 他們偷學 怕想看 怕想看 不曉得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說我就 那時候覺得很 不是很舒服嗎 以前的DJ比較 權威比較獨佔 就是覺得自己 當時在那個年代很屌 DJ覺得自己很屌 那時候真的是很屌 真的是很屌 真的是很屌 他們那時候屌到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 在夜店工作不是還有 快哥跟慢哥 對 快哥他一放完 一到慢哥就 欸 就走了欸 我就 我來放慢 放慢 因為慢哥比較不用接嘛 一手慢 你只要把那個點抓好就好嘛 對 把它關掉 還點抓好就好 欸 欸 推出來就好 那等到快的時候就 所以慢的 對他們來講是給別人放的 碰都懶得碰就對了 那所以說你那時候 這樣子接 然後怎麼樣才可以 讓你變成比較專業的 那時候就是 就常常去 常常去跳舞 可是朋友都在跳舞 我都是去看 就站在前面看 對啊 那DJ不會覺得你很奇怪 就 就 就他們也是 就不太愛理人 不是 他也是假跳 這樣 你再放 憋身 然後手在抄是吧 快抄下來 結果 因為人家 站在DJ台前面也是舞池嘛 對啊 就是這樣看 你真的是光頭嗎 那我的本 本名叫簡光亭 所以大家叫簡光頭 對 簡光頭 而且你沒有姓T 差不多意思 他T 他很容易進去 OK 那Joe 你剛開始帶DJ 你是怎麼樣開始 我也是在學校 在學校那時候覺得 我很喜歡那個西洋音樂嘛 然後學校辦 自己學校辦Party 然後就 他用兩台卡座 我是用一台卡座 跟一台CD Player 而且是那種就是我們 聽隨便聽那種 直接接我們學校有舞台 有那個劇場嘛 直接接到劇場的那個音響 然後就一首也是一樣 差不多一首歌歌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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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到哪裡的時候 填有個點 然後趕快把聲音再接進去 這樣 所以完全也是 就是很突發煉鋼 所以那種 那種切歌的方式 就沒有辦法也啾啾啾啾啾 那是沒有辦法的 沒有辦法 卡帶跟CD 現在CD有辦法 但是卡帶是完全沒有辦法 對 而且那時候還自己很假的 就自己拿一個麥克風 接下來我會把那個燈光跟音樂 放慢十分鐘 那這個小學弟妹想要幹什麼的 趕快幹什麼 請問一下你是什麼學校 華岡藝校 我們華岡可以在學校公然開舞會 可以啊可以啊 我們學校每年的 當時每年的舞會都是 附近北投區所有學校買票 爭破頭要買票的派對 買票 買票啊 我們一張票給了150塊 可是在聖誕舞會的前戲的門口 可能賣到600塊 那光頭 你剛開始學的時候 是跟一個大舞廳的樂師 喔沒有那是 朋友 他跟我說 你可以去西門町的承包場 他們就放那個XXA 吉魯巴那種 老DJ大概 呃 五十幾歲吧 然後 然後我不知道說 那時候有分就是說 有分放什麼吉魯巴 或是放 就是 對 什麼的 然後我就去啊 就一去是一個小房間這樣 然後他旁邊堆滿的那種 Table啊 CD啊 嗯 舊唱片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 這 這個 這個喔 我們這是放的吉魯巴 放XX 啊 那我找錯了 我是要找那個放 流行樂器 對 對啊 結果你還是去硬學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跟他稍微聊一下 旁邊還有那個 泡茶桌 DJ台旁邊有一個泡茶桌 然後他說他就住在裡面 住在裡面啊 對他是一個那種 紅包廠是一個很大的舞池 然後他的DJ台其實是一個DJ室 旁邊有一個門進去 然後有一個小窗口 看他們外面 在跳 對 然後他就會換 現在換那個吉魯巴 就放一些台語道 什麼 優雅的 那種感覺就像 比如說這邊橋樟裡面有個洞嘛 對不對 對啊 有個洞 頭看著來看一下 就躲在裡面放那個 然後他 裡面還有床啊 還有床的小茶擠 放在裡面 小鬼在燒肉店放過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 這是留學生辦的 辦在日本 辦在哪裡 日本 你飛過去喔 對啊 他們邀請你過去 他邀請我過去 這樣子 就是大家都在烤肉 然後旁邊放 那是放著日本人聽 還是放著我們國家的 那個 留學生啊 喔 那他們很有錢啊 邀請你過去放 對啊 那都放日本歌還是放 沒有 就放流行的HIPHOP 就是從頭放到尾 然後他們在烤肉 那你們要不要講一講 就是說當DJ 最起碼自己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鵬哥也聽得到 對 音樂要有一份非常大的那個 熱情 對 鵬哥有講一個啊 你剛剛不是說耳朵起馬 聽得見對不對 不用啦 這就是重點 他們耳朵會越來越聽不見 對啊 對啊 他就靠腳啊 哪一個國家的電影 對啊他是感覺到那個 那個 他是用那個 用身體用重低音的那個 兩隻腳踩在那個喇叭上 對 對 所以他們會有職業傷害 就是耳朵會 聽力會越來越不好 會耳朵嗎 會耳朵嗎 我開夜店開到現在 我都有點重聽 你們現在 現在有耳鳴的請舉手 稍微耳鳴 你們是因為放唱片的關係嗎 沒有一樣啊 聽啊 你常年站在兩個喇叭在旁邊 你試試看 因為 夜店裡面的喇叭是可能有 六七個是對外面的嘛 那已經夠大聲了 可是我們 因為對拍 歌跟歌節拍要對準 所以我們有兩個喇叭 抄自己的 那喇叭的聲音 一定要蓋過外面那七個喇叭的聲音 所以你看那兩個喇叭聲有多大聲 對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一個晚上 可能就三四個小時要待在裡面 其實那個對耳朵的受傷是蠻大的 可是寶寶寶寶寶寶是最久的耶 十二年耶 所以他沒有那種狀況嗎 他剛剛都沒有中間我們在講什麼 他不成語了是不是 寶寶 寶寶 寶寶你覺得 你覺得當DJ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具備什麼條件才好當DJ 我覺得是你要真的喜歡音樂 然後不是好像看到DJ在台上很帥 其實我就不是那樣子 對啊 一般人都覺得在台上很炫 可是實際上 其實並不是 實際上台上是很有壓力的 對 尤其像我們這種老闆 這麼機車的對不對 對 我要嗨一點 我要嗨一點 如果我們一到現場 然後我們就比如說晚上到現場 一看舞池上沒人馬上蹲DJ DJ 你這種老闆算不錯了 有一種老闆 有一種業內的老闆他是 他會挑人最嗨的時候 DJ放歌放最嗨的時候 他就說我來放一下 他一上去就放 可能他認知裡面覺得很嗨的歌 一放人全閃 再弄兩手我走了 有一種老闆會是這樣 這是浩大喜風險 很討厭的 你們一般這樣放 一次大概要放多久 就是放一段歌 通常一個DJ如果說 可以聽得出這個DJ的功力好壞 然後正常的時間是兩個小時 一直這樣不停的放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算好的 我們剛 剛開始菜的時候 有人叫你一頂 就頂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我放過四個小時都 就是從十點放到兩點 晚上兩點 那其實累的是腿吧 我覺得 腰 如果說那個DJ還高度不 因為我們要這樣下去對拍 或者說夾麥克風 所以基本上 腰這些都會 不是你們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夾 就這樣 為什麼要直接戴好就這樣 因為有以前的那種耳機 就是你一直戴著 第一個看起來很戳 然後很不方便 他這個夾的話 他一放下來 他就可以去做 就把其他唱片拿上來 所以他DJ用的耳機 跟一般的不一樣 像他們現在用的這種 他就是只有單邊的啊 他就是只有單邊的 所以你要夾要幹嘛都可以 這個行業 其實是年輕人的行業對不對 你們見過年紀最大的DJ是幾個 四十幾個 國內外 國內 四五十歲 國外的很多DJ 都是終身職業 你像Paul肯逢那些都已經超過三歲以上 那 以國內來講 我們見過最老的四十幾歲 四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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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台灣第一代夜店啊 什麼 雅燕啊 Day and Nine Wishina Go Rour 99 就開始放歌了 哎呀 我的partner不就是老DJ烏龜 不是 他就四十歲 可是烏龜他現在沒有在放歌啦 他不能在放啊 他就是那個你剛剛講的那種 哎呀我來放一下 哈哈哈哈 放兩首就好了 然後每次上去放的歌都一樣 就那兩首 Hipop就放Jump Run 對不對 啊Jump Run帶起來啊 OK啦 所以DJ他們來講 在國外他們是把他當中貞職業 在台灣可能 他到一陣子就會變成老闆 或是變成club的經營者這樣 或者說退出這一行 也有也有 基本就是這樣 下場都差不多了 嗯 下場 對啊就是不是變成老闆 就是退出這一行 對啦 很少說你 因為你這個DJ做到最後的時候 你很難用那個來養家 說真的 收入不高 而且你結了婚 你每天晚上在那邊 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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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婆會高興 對啊 而且夜店又這麼多妹 對 看的聽的接觸的 都是燈紅酒綠 所以通常成家以後就 改好了 我們也是有碰過有成家 有繼續在做的 對 有啊 還是有啦 孩子也生啦 還是繼續做 那像剛剛我聽你們講說 你們每天放的歌 是你們自己決定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會不會很討厭人家點歌 我點這首歌難放 有沒有這種情形 我們基本上是比較 不喜歡人家點歌啦 因為常常你們點歌的時候 他歌的情緒跟你的歌的情緒 現在在放的情緒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啊 你在放電音他可能要點HEPHOP 你在放HEPHOP他可能要點NAKASHI 是沒有辦法插進去的嘛 還有什麼 我們剛剛才放過他又要點一次 對對對 去討厭啊 然後他們就會用出各種方法 譬如說 他有些人會不屑你啊 覺得你很早 那有些女生會一直在旁邊 拜託 尤其是外 我跟你講 外國人來台灣 就覺得他們可以對台灣的DJ 譬如說前一陣子那個 Beyonce的Déja Vu很紅 我們放過一次 他跑過來 尤其是那種什麼 那種金髮碧眼啊 烏克蘭每個 不好意思 他們英文又很爛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什麼布 Déja Vu Déja Vu Beyonce OK OK 然後就放一次 然後五分鐘他就 Excuse me Déja Vu Déja Vu 你不跳舞啊你 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一直 一直在聽同一首歌 同一首歌 那問題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能讓 為了他一個人 讓其他三四百個舞客 覺得我們在混嘛 一直放同一首歌 那Déja的功力好壞是 怎麼看呢 怎麼分啊 當一個Déja 在放的音樂要有情緒 你不能說一開始 拉這麼高 然後就一直這麼高 大家會瘋掉 也是要有一個起承轉 對 你要有一個這樣 一個起來 下來 大家都是人嘛 你不能一上來 ㄟㄟㄟㄟㄟㄟ 一點兩個小時 大家死光 對不對 你不能一來後 就一直 大家就沒力了 所以還是要有情緒的起伏 所以要帶現場的氣氛就對了 對 那是功力 對 那是功力 那現在比較好 像現在會有 現場會請一個人 專門帶氣氛 像現在我跟光頭的組合 大概都是他會放歌 然後我在旁邊帶氣氛 你在旁邊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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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y and gentlemen 對對對 那大家就 而且台灣很奇怪 大家台灣很習慣 有一個人在上面帶動唱 可能是以前 戴老師 把大家的 大家都有習慣 台上要有一個人邀惑 大家才願意下來玩 對 然後玩點小遊戲啊 送點腳獎品啊 看一些 看一些胸部屁股啊 台灣的太行 看手都不太行 那第一樣看到上面 有一個認識的臉孔 然後他就 我們要刷唱盤 那我們來請小鬼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嗎 好 先來 要刷精采一點 刷精采一點 刷精采就是 今天這樣表現以後 我用了很多的工作機會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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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覺得很難嗎 難 我覺得看起來還好吧 要不要試一下 要不要試一下 好 去試試看快 屈哥可以了 屈哥自從歌星之後呢 最近上 轉戰D這一屆 對 他最近很愛當歌星好不好 對 來 小鬼給他一點指導 好不好 好 這個是 這是聲音的頭 這是聲音的頭 可以嗎 可以這樣好不好 哎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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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為他偶業有對到喔 OK OK 這邊蠻難的 我覺得難度是在 你要聽他的主旋律 你還要去打他的節奏 而且他控制那個大小聲 我覺得很 DJ是不是常常放歌的時候 被客人搶 有 有這種事情嗎 尤其在台灣 尤其在台灣 大家對DJ都還是 沒有那麼尊重 總覺得你好像就是一個工作人員 但事實上 放歌的 那種感覺 然後Dancer就叫做跳舞 這樣跳舞的 這樣放歌的 大概都還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會 會嗆 他們有一個壞的觀念 就是老子花錢就是大爺 你們都要聽我的 常常有這種 這種很奇怪的觀念 有被嗆過的舉手 一個一個講好了 他們嗆你們什麼 光頭 就我放 又不是光頭 幹嘛叫光頭這樣 不是喔 不是唱的 不是唱的 唱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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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那個 那個什麼 肯 肯定那個是什麼 對 就放一放 然後就兩個那個搖 搖的 搖頭沒有怪 他就 他叫 欸DJ 然後我就投他一下 他就 然後就放爆 對啊 對啊 因為放的不是他們喜歡的歌吧 他們搖不起來 搖不起來吧 你都是放什麼樣音樂 就是放嘻哈的 你都放HIPHOP 那你呢 寶寶 這種ABC啦 可是是比較以前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ABC那時候 比較 他就會說欸我要聽什麼什麼歌 他們的口氣也不是這樣 那個DJ我要什麼什麼歌 這樣 然後我說沒有 那我看你的CD 就是很 林檢啊你 他說要看你的CD 我要看你的CD本 對啊 就說你怎麼可能沒有這首歌 就是態度 我瞧不起你們就對了 對啊 就是態度的問題 我聽錯 怎樣 我要看你的咪咪 CM在幹嘛 CD CD 咪咪 就是他們就會過來點歌啊 對啊 可是其實有時候 我不太喜歡放那種流行音樂 譬如說像 Brinny Spears 就是那種 小甜甜 對對對像那種的 然後我是根本就 就算我有我也不想放 對他就說 我要聽那個什麼 然後我說 對不起我沒有帶 然後他就說 真的 你怎麼連那麼流行的歌都沒有啊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我今天真的要忘記帶 不好意思 什麼鬼 就有人點歌啊 然後他跟我說要點 麥當勞的 搖搖鼠 這樣子 這完全就是你的長相的問題 對啦 麥當勞有一個什麼 酒令幫人家 欸酒令吧 還是 Lost My Breast 那首歌是 Lost My Breast 是 天命真女的歌 對 那裡面 對然後他不會 哼那首歌也不會講歌名 就直接跟他講說 我要搖搖薯條 阿滴有放嗎 有時候等一下幫他準備 然後 他過一陣子就過來 一直講一樣的話 他們點歌的方法 真的千奇百怪啊 譬如說最近有一首歌 前一陣子有一首歌很紅 叫 就是小野貓的歌曲嘛 然後 然後 他們就會上上來跟DJ DJ我要聽董酒 董酒是什麼 董酒是什麼 因為那首歌是 董酒 with your girlfriend just hot like me and 董酒 他們就只記那個字 DJ我要聽董酒 放一下董酒來唱一下 董酒他們點歌會是這樣的方式 對 他們只認識那一個關鍵字 很多很多這種舞者對不對 對 很多這種客人 那我被唱比較不是 我被唱那種感覺是 不是那種男生或者說客人點歌 不開心 怎麼樣 是有一點點性暗示吧 就是有兩個女生來 我就放歌嘛 他就說 DJ我要點歌 他手要拿一瓶酒 DJ我要點歌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點歌 那DJ我要跟你喝酒 我說 我酒沒有了 我去幫他拿 我待會兒跟你喝好不好 我就再放歌 他說 我有酒啊 然後我說 我有酒啊 他講完他就自己喝一口 然後我就說 他意思可能就是說 要我喝他那一瓶 我想算了夜店就隨和一點 我說我手伸過去 要拿他的酒瓶 又要把酒瓶放在背後 然後比這樣 哇塞你們DJ這麼爽啊 麻煩下次老闆也可以好不好 我們也可以喝一下 他就比這樣 那我就想說 我跟你又不認識 那你忽然叫我用嘴巴跟你接酒 怎麼可能嘛 我就說 小姐你不要開玩笑了 我生氣 結果我這句話才講完 那個女人嘴巴含一口酒 把他旁邊跟他上來 一起來的那個女生 就抓過兩個人就 就嘴對嘴 兩個女生就嘴對嘴 在我面前 然後把那口酒給喝完了 喝完了以後 兩個人轉頭就走 那我本來就想說 大概喝芒了嘛 結果走就算了 接過他嘴巴裡面酒 那女生回頭 嗆我一句 你看你自己錯過了什麼 整個頭皮馬起來了 音樂的聲音那麼大 你怎麼會聽得到 他講得很大聲 在我旁邊的人都聽到了 就是DJ把妹是不是比較容易 很忙吧DJ 放完歌之後 放完歌啊 對啊 有的要趕場 你以為DJ很開心 DJ很可憐的 他們一個晚上可能 這一家放兩小時 那家放兩小時 一個夜晚就這樣過去了 那放完就一個四點多了 哪個妹那個妝都花了 別說我跑出來了 誰還跟你拼 請問一下 這個DJ的這個酬勞 大概上下線是這樣 這個要 一般DJ來講 就是年輕的DJ 剛開始入行 一小時有五百塊不夠 一小時五百塊 嗯 算小時的 算小時的 一小時有五百塊就不錯了 那一個晚上放四個小時的話 了不起兩千塊 那夜店只有三五六會開嘛 嗯 所以就是一個一個月差不多 差不多兩萬塊左右 那像你們街場子這個 裝備是什麼自己要帶 唱片 通常是唱片 嗯 有一個就是剛才有講耳機 因為耳機是個人衛生的那個 考量 就是然後還有就是 唱片帶 然後唱針 唱針 唱針 唱針很重要 比較像那個SARS期間啊 多好笑 台灣人很多愛Party 就是那個我剛講到個人衛生 有想到SARS期間啊 那他就是想說 SARS應該大家晚上不敢出來吧 沒有 晚上夜店爆滿 爆滿的 然後每個人都戴口罩 口罩七 五人六歲七型怪狀 什麼都有 有人戴三豬的 有人戴你那個精毒罐的 有些人戴那個一般的醫療用的 那什麼最好笑的是 台上那個戴氣氛的 高度手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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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著口罩還在那邊戴氣氛 喝酒怎麼辦 喝喝喝喝 對 就是那種感覺 再來一次把口罩拉在這邊 放在這邊然後那邊喝這樣 台灣人就很愛Party 光頭 聽說 有很多的妹常常送上門 沒有啦 那是 你說實話 那是年輕的時候 你 同行的經驗 不是 上電視都 比較害羞就對了 不太感情 不是 你結婚了沒有 我還沒 有沒有女朋友 有啊 有啊 講一點點就好了 他們是怎麼樣 怎麼樣送上門 他們就會來 就那個是大概七八年前吧 那個時候 他們就會來點歌啊 點歌會跟你聊天嘛 聊一聊 你也會陪他聊啊 因為你上班一個人很無聊 就跟他聊 聊一聊之後 啊 就下班之後我就說 啊那要不要吃個飯啊 吃個宵夜什麼的 他約你 都 都約 一定就是你約人家 哈哈哈哈 我太沒有騙到哪個時候 我觀察你們很久了 約約吃飯吃一次就 就慣例啊 對啊 慣例慣例是怎樣 慣例那個那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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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就是因為這個 偷康 所以現在不結婚就對了 沒有沒有 我 我家裡都在逼老啊 哈哈 老媽是每天在念 基本上你還是不想結婚的 要啊 要還是要 以後的事 你現在才幾歲 逼成這樣 三十二歲 OK的啦 三十五歲以前結就可以了 可是像這種一夜情 像你這種 譬如說有妹送上門的人 你怎麼知道他行為好不好 萬一 你把他帶回家 那個時候 你們遇過這種事嗎 都還 就都很年輕啊 嗯 年輕人就不怕死 對啊 那我現在三十二歲 我會怕 哈哈哈 那你以前 那種 把他帶回家 然後睡醒了你東西不見了 被他幹著 金光打 有啊 還有遇到這種 有啊 因為他們其實 他們那種女生 有的是 就是很社會邊緣的人 他們晚上 就會去泡POP 對真的 他就 就是過一天 算一天 比如說今天跟這個男的 啊我今天 在這個男這邊 就妥了 一個禮拜 嗯 然後下個禮拜再換另外一個男的 吃吃喝喝都靠他 就用身體去換嘛 身體欠幾現金 OK卡 哈哈哈 現在應該比較少 現在 不多了 現在女孩子 然後都 也比較聰明 沒那麼笨 沒那麼笨 所以 可是現在女孩子 在夜店的女孩子 越來越辣 年輕女孩子 越來越敢穿 可是我必須要講 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就是他們就是 在夜店裡面 他可以極盡所能的挑逗啊 辣 可是他出了夜店外面 欸 他就 就算了 就冷靜了 對 就是看到你這樣 那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大家在夜店 都要趕快做四角獸先了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現在女孩子的想法 跟以前不太一樣 其實他們其實現在把那個 以前啊 在那個夜店玩的女孩子 真的是辣 就是內心也辣 那現在是行為上 行為上 他們來那邊發洩 來解放一下 來解放一下 演一個很辣的 然後走了就走了 對不對 以前是從頭演到尾 好啦 那你們看過最辣 或者最誇張的夜店的行為是什麼 我個人是看過一個啦 就是前一 就是我一個朋友 他是另外一家店老闆 我去他店裡玩 他說你要不要看奇蹟 我說好 好他就拿出六瓶啤酒 哎現在啊大家跳舞 贏的就六瓶啤酒 哇塞 那女的就聽到這六瓶啤酒而已 他就拖著就放生就拖光了這樣 他在舞啊 就這樣為了六瓶啤酒 我是搞不太懂 要是我拖到啤酒 哇塞 不太容易了吧 你 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就為了六瓶啤酒 可以拖成這樣 那是一種興奮吧 我覺得他們對 而且他們是在當下會覺得說我不能輸給人家 對對對 像一些夜店他們會送一些禮物 比如說飛機票啦 現在都送得很好 飛機票啊 Tiffany的項鍊啊 LV的包包啊等等 我覺得那女生他們有時候是在拼一口氣吧 那像中南部他們就比較沒有 像台北送這麼好的禮物 也是一樣啊 我們可能就送一瓶紅酒 或送一個當夜店的VIP卡 那些女孩子也是毛起來跳 我上禮拜才去台中一家店 他就是上來跳舞的 他上來跳舞的之前 因為他那天晚上就是萬聖節嘛 他就穿那種 那種桃紅色的馬甲 漏半胸 哇 然後蕾絲黑色的蓬蓬裙 是到這裡 就是到姐邊 姐邊附近 耶 你可以耶 但你不要瞪著我好不好 好藉由我想像的 然後網襪 踩一雙包跟鞋 那女生很棒 他跳舞跳得很棒 夠了 那他是在 在來比賽之前 他在樓上的包廂 樓上的包廂是一個透明玻璃 可以看他下來 下面也可以打上 是是是 剛開始聽到跳舞跳得很嗨的時候 他們就兩三個女生抱在一起跳 抱一起跳算了 結果他們就把那個女生就 有一個女生 那個就穿馬獎的女生 他自動 真的對女孩說出一點 他就把他自己的正面 貼在玻璃上 貼在玻璃上然後開始蹭 你可以想到那個畫面嗎 我想到了 我彷彿已經在現場了 冷靜點 冷靜點 這桃紅色的馬甲 露半身然後貼在玻璃上這樣跳 那個感覺 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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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拖 DJI台比 五台還要低 好賤 後賤的一招 舞台就在我前面 我放一個 然後就會 就會有女孩子在上面跳 我一抬頭都是 你言六卷 都都海鮮 都就是海鮮 寶寶欸 那個女生的出發點 妳看過最辣最瘋狂的場所 滯 有派對嗎 那你放在街頭 對 我放在街頭 我覺得就是 但是看場地大小啦 有時候那種場地很大 然後你就看到一、兩千個同志 但他們跳得很高興 他們其實上衣都是脫的 而且你知道他們都是練肩膀的 所以很多身材真的很好 就是看到那些人就 沒用 OK OK 對 他們對你其實 就是你穿得怎麼樣 他們對你一點的興趣都沒有 可是他們會對你非常 非常爛 剛剛講到台中 台中列店最有名的 就一定是恰恰 對不對 那以前舞廳曾經流行過恰恰 恰恰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跳舞 那就已經在這一方面有很 很大的一個特例 很大的一個研究 亂講 來我們再解釋一下 這個恰恰有哪幾種 沒有啊 就恰恰其實都差不多嘛 最正統的我們看到就是一般的恰恰 就屬於孫鵬型恰恰 對 他是那種很柔軟的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在 有一陣子非常流行 全台流行恰恰風的時候 轉身恰恰嗎 轉身恰恰 還有他們所謂的台中恰恰 對 對 那真的在台中 好啦 來 給你一個恰恰 這叫身頭型的 身頭型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對不對 就是很柔軟的 對不對 就是這種嘛 然後 對 這是男生恰恰 那女生恰恰就會比較 女生恰恰會反而比較害羞 他們就是這樣 好怪喔 然後再來一種是男生恰恰 男生恰恰他們會 他們會直接抓截拍 然後變成這樣子走路 變成這樣 這樣子 對 手勢比較多 手勢會多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同志恰恰 同志恰恰 對 同志恰恰 你不要看我一個人跳耶 你在那個台中的夜店啊 這四五百個人一起跳 一模一樣的舞步 他手那麼大 然後跳那個 對 要跳那個 很刺激很刺激 是刺激嗎 是 我都有點害怕的感覺 是 那可是台中恰恰呢 是屬於剛剛的哪一種 台中恰恰就是那種 轉身很多 轉身 就是我們所謂的 轉身恰恰 轉身恰恰 而且恰恰很厲害 轉身還要比轉的高的有沒有 對啊 好好 就是看一堆人 轉身之前先看一堆 現在還是這樣聯繫就對了 現在比較少人吧 現在比較少 現在比較少人跳恰恰 因為現在是放歌 放歌的時候有被人家鬧場過 有人來砸店什麼之類的 有遇過這種事嗎 有 通常你們都會發 你們看過什麼樣的情形 小鬼 有看過 帶五十幾個小弟下來 那時候你正在放嗎 對 正在放 那怎麼辦 沒有 就他叫把音樂拉掉 哦 那你就拉掉了 帶五十幾個小弟 五十幾個 不然呢 把音樂拉掉 這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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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場子很大了 五十幾個小弟下 就都滿了 本來就已經滿了客人 所以那個畫面應該很好笑 五十幾個很兇的小弟是這樣 然後咧 音樂拉掉 所以他們就處理 結果那天就不用放歌了 那天你就下班了 就下班了 所以感覺你是很高興喔 沒有 沒有 好棒的 你有被人家弄嗎 我們去中南部 做場子的時候 然後剛好 就碰到人要來砸那家店 然後他們 反正不管是條子來 兄弟來 第一件事都是到台前 關掉 都是這樣子 警察也會這樣喊 對啊 他會直接衝到第一台前面 就是說 關掉 音樂關掉 然後兄弟也是 撐掉撐掉 然後把燈打開 燈打開是警察會要求 對 燈打開是警察會要求 然後就來 他是要來砸那一家店 然後音樂關掉之後 你就看到從 椅子從那個二樓 對 二樓這樣 全部都丟下來 就是 就是 對 就是要給你癱瘓對不對 當時你在幹嘛 收唱片 當時是我朋友在跳 然後你在彈 那 然後那個戴氣氛就 把你的手在空中 一個酒瓶就 在空中手 然後那外國朋友還 還跑過去 發現什麼事 然後就投過去 是有工作這樣 好亂喔 可是他們那一次蠻好玩的 就是他們 就很客氣 他們對客人都沒有怎麼樣 對 他們看到客人還這樣 自己來先過濾一下 那我是碰到 我是碰到一次是那個 也是 兄弟 兄弟他來 對 就一到現場 他們就說 那個 音樂停掉啊 音樂停掉啊 可是他講太小聲 就沒有聽到 然後台上帶氣氛那個 還在帶 然後結果那個 那個 那個 兄弟就直接把那個 旁邊另外一支麥克風拿起來 他說 音樂停掉不要再又了啦 然後結果那DJ撒住了 然後結果那個 那個人根本沒看到 還沒又 然後他後面講 又 因為停掉不要再又了 又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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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夜 他改夜 那是哪根 哪根神經不對了 他以為是可能是 太敬業了 對 他可能是以為是好玩 但是後來發現 有一個事 原來是人家來找麻煩這樣 改成夜 對啊 你叫我不要夜 我讓我夜啊 什麼東西 你們有沒有約過那種 飲料打飯在你們床門的 有 那怎麼辦 怎麼弄 我差點跳起來把他頭咬起來 不是嘛 因為他們很奇怪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跳舞就一定要在那個 DJ台前面這樣 然後酒到擺在這裡 那我每次在那邊看 我就一直覺得很懷疑 這個 這個不會倒下去嗎 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 以前夜店剛開始的時候 大概DJ台都做這樣 然後DJ就這邊嘛 大家就奇怪 飲料就一定要放 杯子借我一下 杯子借我一下 杯子就一定要放這樣 有沒有 對 然後到時候 這個酒瓶怎麼一弄 ㄎㄎㄎㄎ倒啦 然後那個 器材就弄沾濕 幹嘛短路啊幹嘛的 後來夜店就聰明 想說 你們既然這樣放 我就做一個這麼高的台子 透明的那個 做到這樣子 他有辦法把酒杯放在 還是放到台子上 他不死心耶 你怎麼做他就是放在這邊 然後也不管 因為這個震動很大 一下就會倒掉了 光頭你覺得 北部放跟南部放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中南部 就他們的鄉親比較熱情 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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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比較 就是如果有人去帶的話 他們就玩得很開啊 嗯 台北的夜店就是 每個人都很緊 小明星心態 每個人都比較冷酷 小明星心態 每個人都有一個小明星心態在 你們最喜歡放什麼樣的場子 或者什麼樣的地方 我最喜歡放比較有挑戰性的場子 就是這些人 他是原來是一點都不懂hiphop 那我們真的如果說 在那樣的場子裡 我們還可以把氣氛帶起來的話 那就代表 我們的音樂真的有感動他們 對啊 因為現在都會講得很明顯嘛 叫什麼 嘻哈派對 比基尼派對 然後什麼什麼 變裝派對 大家一進去之前就會已經 預設立場 預設立場 對不對 像現在有那種汽車公司辦那種 對啊 讓人無法小看的party 什麼party啊 看不懂 奇怪了幹嘛辦下小巨蛋呢 這怪怪 幹嘛請黃立行呢 幹嘛請溫蘭呢 幹嘛從日本請個DJ來呢 對啊 神秘嘉賓是誰啊 聊不起嗎 真的真的真的 好那希望 你們做音樂做音樂 年輕DJ年輕DJ 那個老DJ老DJ 都希望你們繼續在你們這個DJ的位置上呢 或者做音樂的位置上 帶給大家更多的快樂好不好 不要忘記了 ARIS讓人無法小看party要來喔 今天謝謝五位 謝謝 謝謝 謝謝瓜哥 謝謝 請你跟我這樣做 揮揮你的單手 再揮揮你的雙手 1&2&3&4 Everybody you say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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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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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 ho ho Hoo ho ho Hoo ho ho Funky Dancing Funky Girls Hoo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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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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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所播性的就是自己做採訪啊 對嗎 就稿子 造稿子 對 又不是你自己去採訪 就是有一點距離感 不是自己的東西啦 購專家就是 只要是 Honone Honone 把死的吹成活的 就是活的 就是活的